业务初始化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业务系统 在专业版中,业务系统是以业务单据为基础 实现采购、销售、应收应付、仓存和成本核算功能的系统 初始化是指在进行具体业务处理之前 所要进行的基础资料设置、参数设置以及初始数据的录入等 业务系统初始化的主要流程是有 基础资料及系统参数设置 存货初始数据录入 启用期前业务单据录入 也就是说暂雇入库单和未合销出库单的录入 最后是应收应付初始数据的录入 录入完成以后即可启用业务系统 在之前的培训中我们讲解过基础资料及参数设置 本节我们就主要来讲后三个初始数据的录入 首先我们来录存货初始数据 单击此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列视了全部仓库的物料 如果说您对物料设置了默认仓库 那么可以自动携带出该仓库的物料 在这里我们直接录入物料的期出数量和期出金额 以及累计收入和累计发出金额 这里请注意 如果是使用批次管理的物料 那么在此处需要单击批次和顺序号的绿色按钮 来进行每一个批次的数量和金额的录入 我们可以单击保存按钮 然后单击对账 再单击传递按钮 即可以将存货的初始数据传递到走账 系统提示您选择是 存货的初始数据就录入完成 然后我们再来录一下 启用期前的暂购入库单和为何销出库单 暂购入库单是指采购发票未到的采购入库单 配合销出库单是指还未进行委托代销结算和分期收款结算的销售出库单 我们首先来录入赞购入库单 请注意 此处录入的单击日期必须是在启用期前 例如我们是第五期启用 那么我们所有的启用期前的单击日期 需要在五月一号之前 单击新增按钮 和我们日常采购入库单的单击 录入方法是相同的 录入供应商 录入单击日期 录入完成以后单击保存 并审核 为何销出库单的录入方法与此基本上是相同的 下面我们来进行应收应付初始数据的录入 单击应收应付初始数据 我们先来录入客户的初始数据 在客户代码处按F7键 您可以一次性把要录入的客户选中 然后单击回车按钮 再单击明细 录入客户的期出原币金额 在此处请注意 我们录入客户的期出余额 是根据每一笔业务的发生日期 然后逐条录入金额 录入完成后 单击保存 关闭 供应商的初始数据录入方法与此是相同的 我们录入完成以后 单击文件 传递到科目初始化 在此处选择应收及预收 应付及预付账款对应的总账科目 总账科目必须是下挂单一的核算项目 且应收和预收必须挂客户核算项目 应付及预付必须挂供应商核算项目 在此处选择应商核算项目 选择完成以后 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选择是 即可以传递成功 在以上业务都处理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系统的启用 单击启用业务系统 选择开始按钮 系统会提示您 在启用系统前 确定初始化的数据都已经录入完成 系统提示选择是 然后重新登录即可完成业务系统的初始化 如果您想反启用业务系统 或者是修改启用期前的业务数据 那么单击初始化 请用业务系统按钮 选择反初始化 单击开始即可 业务系统反初始化的条件是 不能存在启用期以后 已审核的业务单据 如果您这些单据已经审核 那么首先要实行反审核的操作 才能反启用业务系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小节 业务初始数据录入之前 要确保存货、仓库、供应商和客户等资料 均匀录入到系统中 执行业务系统启用前 请检查初始数据 确认无误后再启用 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